跟吴主席说要约见面 现在目前还没有接到讯息 如果有的话热情接待他好不好 2020就是要最强人选 带领蓝军重返执政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将在4月10号前 会见高雄市长韩国瑜 甚至传出吴敦义这两天 就要致电韩国瑜提前讨论 只是每当外界问起 韩国瑜总是语代保留 目前完全不考虑2020年 虽然说不考虑 但也没说死完全不选 让外界人抱有一丝期待 只是韩国瑜三月中才会见郭台铭 随后抛出一句老鼠偷脱鞋 大的在后头 相当耐人寻味 郭台铭选总统的说法 也引起讨论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一定要国民党籍 那当然我们是期盼说 第一个优先是韩国瑜 韩国瑜不选 到今天为止 其实他们并没有说死 目前我觉得党内最优先的 应该是党主席 要去跟韩国瑜深谈 国民党第一首选 还是自家最强的韩国瑜 连绿营的赖清德 都再三点名单挑韩国瑜 甚至说若他不选2020 自己会很失望 蓝营谁是最强 答案很清楚 朱立伦跟王金平 恐怕得为大局考量 这张彭光君台北报导